动力火车曾是很多人喜欢的乐队 关于这个乐队 近日则有个海消息 动力火车的成员之一由秋星宣告结束单身生活 与未婚妻Janny在宝岛订婚了 50岁的由秋星这么多年终于找到了爱情 找到了值得一生去守护的爱人 找到了一个家 动力火车的另外一个成员颜志玲也来参加了订婚宴 在这个合作多年如亲兄弟一般的订婚宴上 为老友献唱了一首情歌以表达真挚的祝福 在亲朋好友的祝福和见证下 由秋星和Janny真正走到了一起 吃瓜群众也纷纷表达祝福 由秋星也公开了一张他与未婚妻Janny的订婚照 一个是西装革履的帅气大叔 一个是甜美温柔的可爱女人 很百搭 很幸福 短发的由秋星干净利落 帅气中又不乏成熟的气质 手捧着一束鲜花 笑着看向美丽的他 眼底的宠爱的怎么也遮不住的 美丽的未婚妻Janny穿着无暇的婚纱 笑容中的幸福简直要一出屏幕 甜甜的他五官精致身材较好 我们这群粉丝已经快化身柠檬金了 看着他们幸福的样子 由衷地表示祝福 为他开心 同时 也希望他们能够一直好好的在一起 早日有个可爱的小宝宝 令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段姻缘始于遛狗 由秋星和Janny都非常喜欢狗狗 两人也是因为狗狗作为桥梁而在一起的 刚开始 他们的关系只是朋友 相识一年后 由秋星才鼓起勇气追求Janny 在一次次的遛狗中 情愫暗生 慢慢的就走到了一起 由秋星还坦言透露 订婚前一晚上非常开心又激动 因为他完全没有想到 不敢相信这一刻会如此紧张 在订婚宴上 他一直在看着Janny笑 他说 他的未婚妻是一个非常漂亮 美好有善良的女生 他是被他美好的心所吸引的 想去好好爱他 喜欢他 订婚宴的上午这对新人 按照我国宝岛的习俗举办了仪式 由秋星对未婚妻和岳父岳母表示 很感谢Janny的接受和喜欢 也非常感谢岳父岳母的放手 把女儿能够交给他 他一定好好照顾Janny 由秋星真诚的话语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早已成熟稳重的他 已经做好为与自己的爱人 攜手一辈子的准备 相信等了这么多的他 比大多数人都知道珍惜 这样的人就是要拥有爱情啊 再次献上小编的祝福 动力火车可以算是中国较早领军情歌市场的一个组合了 像那就这样吧 第一滴泪 当等很多作品被人熟知 传唱 并深深喜爱 现在他们分别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除了发自内心的开心就只剩下了祝福 最后 感谢动力火车歌曲的陪伴 台湾摇滚组合动力火车成军已超过20周年 团圆研至02003年结婚后到现在 育有两个女儿 另一位成员 现年49岁的尤秋星至今诞生 仅在14年前承认有过一位交往10年的女友 多年来感情状况沉迷的她 日前被台媒偶遇身边有一位五官清秀的长腿妹 不仅帮她拿西装 游车和 甚至还一同前往阳明山别墅参加朋友派对 两人感情看起来很好 当天 记者在街头偶遇游秋星与一名长腿女子一同在停车场取车 该女子身高超过游秋星 大约170公分左右 等到游秋星将白色小车从停车位倒出时 却因没有观察到后车位离开差点出事故 女生在一旁看她听管理员指挥倒车 仰头放声大笑 等到她倒车出来 女生便将拿在手上的游秋星的西装放置在后座 然后熟练的坐到了副驾驶座上 不过在上车时 女生发现了记者的存在 于是两人开着车子在马路上游车和 还下车户换位置想要甩开记者 之后便将车开进阳明山上的一座高级别墅 里面灯火通明似乎在开派对 为了避嫌 游秋星率先下车 女生将车子绕了一圈后才进入别墅 随后 记者向动力火车经纪公司华言音乐确认恋情 工作人员表示 游秋星当天是出席一个交会在阳明山举办的活动 一人私事我们不会多询问 谢谢大家的关心 早在今年年初 动力火车在出席活动时 游秋星就表示希望今年感情可以有好结果 看样子